外交部记者会上,记者问发言人美国威胁,加对五千多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,证收关税中方有何回应。 结果,发言人耿爽表示,对于美方执意挑起冲突,中方不愿打,不怕打,必要时不得不打的立场非常坚定,明确。 此前中方已经多次阐释,在此我不再展开,我只讲两句话。 第一,中国不是下大的,中方有能力,有信心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。 第二,我们奉劝美方保持冷静,通过理性的态度来处理和解决有关问题。 大国,强国的崛起,经历了多少代人的努力与付出啊? 中国从来不惩罚,若有来犯折,华夏人民也不示弱,定会奉陪到底,这是规律。 美国想打断我们的复兴梦,想中断中国的发展。 很显然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,也是不会实现的。 巴尔蒂姆港水兵在岸上被打死这件事,对美国人而言更是犹如1999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后中国人的感受一样。 这种被人打落门牙混血吞的感觉,不只是中国人感受过,当年的美国人也曾经感受过。 当时,我们就是要人辱负重奋起直追。 痛哭有时也是向上的动力。 美国以为威胁下,中国,就能让中国自觉放弃复兴梦想。 显然美国错了,南海阅兵的号角响起。 咱们要改更直了,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,历史总是不负一个努力的国家。 我们不能防却历史,不能忘记英雄,否则只会在历史的怪圈中迷失。 但帝国主义,新业帝国主义,王业帝国主义,与美国帝国主义不同的是,中国复兴是永远不称霸的,是不会欺负其他国家的。 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,国人把这一次崛起称之为复兴。 在中国人看来,强势崛起不意味着得到新的荣耀或辉煌,而是要拿回三百年来自己失去的东西。 中国人不称霸,但中国人要追求真理,要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,主持公平和正义,就必须要有坚持用真理说服人的能力。 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支撑起国家的崛起,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维护好民族的尊严。 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更好的卫星激发展保架护航。 也只有强大的中国军队才能更有力的维护世界和平,才能有力的反对美国西方帝国主义的霸权。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,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,人若犯我,所以忍必诛。 和平崛起,绝不称霸,美国又带头打雪利亚了,这个世界只有枪炮才是真理,所以我们要把真理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里,没有国家的强盛。 何来所谓的小民尊严,我看是那名还差不多,不说国外,就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更替中。 不难发现,贵求来的,绝不会是爱和和平,在学生时代经过了美国轰炸我大使馆事件。 我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转变,从一味的崇洋内爱,转变为冷静色套冰冷的国际游戏规则。 正清中国从来不是一句口号,落后就要挨打是我们七十到八十后,一代人情深经历过的体验。 只有站在律师的高度,才能看清世界乱象的本质。 中国发展到现在吃了太多的苦,受了太多的罪,好歹一切还维持不完,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。 当然,我们认清出技术的差距,我们在发展,美国也在发展。 但是,现在美国图球底线,就是因为他们低估了中国这个东方巨龙的发展速度。 所有的科研团队平均年龄三十岁,并且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。 这就是大国崛起的资本和基础,我们更要支持而不是自我诋毁。 中华崛起的冲锋号已经吹响,觉醒吧! 中华儿女我们身上承载着先辈们的嘱托,身上流淌的是中华的血脉,五千年的传承。 让我们回归自我,不忘初心,热爱祖国,凝聚在党中央周围,跟上时代的趋势。 会入到中华复兴的滚滚红流之中,成为祖国母亲的骄傲。 加油,兄弟姐妹们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